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 就算低潮也没有关系 要给十二星座的开心建议 真的我最近好多朋友都来跟我讲 他们非常不开心 失恋的 这个被资钱的 或者是说有些事情没有如预期的 都很不开心 我觉得其实人生有一点不开心的事情 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可能是一个蛮难得 让我们可以休息或重新思考的机会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低潮的事情的时候 不妨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 就是平心尽气的 平常心的看待 那么因为人生有高潮 就一定会有低潮 但是如果你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你想告诉我老师 我低潮已经超过了一个星期 一个月或三个月 超过三个月就不太正常了 我可能会建议你 赶快关掉我们的节目 赶快去找什么心理资商师 或者是一个医生 好好的治疗一下 因为我们要去判断 到底我们自己的状况 是属于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不过讲到这个部分 大家就自然然就会理解到 我们常讲到的低潮 一定是外在事件造成的吗 不是不一定 而是我们的情绪 所以要请大家来看看 各位自己的月亮星座 因为月亮在我们的占星学里面 跟我们的情绪直觉反应安全感 是有关系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发现 有一个人可能就讲一句批评的话 旁边的人会觉得没什么 可能是开开玩笑的 无伤大雅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很生气 他在批评我 他没有礼貌 他是不是针对我来讲 所以其实同样的一件事情 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那这些事情怎么去看 其实就跟月亮是有关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低潮的话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向来聊 第一个是个性 本质的个性 第二个是运势 那来看看这个个性 那么大家就要先把自己 这个手边的月亮星座 先来看一下 就是月亮它展现我们怎么去 对一件事情的反应 比方说你月亮是在火象星座 白羊 狮子 射手 那可能一件事情好或不好 你的反应是很快的 不会去遮掩的 如果你没有被训练的话 那如果你的月亮是在双子 这个天秤还有这个水瓶座 风向星座的朋友 你可能对于一些资讯 别人讲的话 一些新闻你是很敏感的 所以会透过这样来做反应 当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能看一本书 听一个好的话语 你也会比较开心 那如果你的月亮在土象星座 金牛 处女 摩羯 那糟糕了 如果今天公司说 要裁员 薪水要减轻 什么要有一些变化的话 对于具体的安全感的金钱的事情 有了变动 你就会不开心了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 你们可能就会觉得 吃一顿好的 然后呢 多赚点钱是挺开心的 那当然购物也是了 那还有呢就是月亮如果在水象星座朋友呢 那么像是这个月亮在巨蟹 天蝎 还有呢双鱼座朋友 你们很感性 所以你们身边的人 他们的情绪会很容易影响到你 同时你的情绪 能不能被他们重视 你也会很在意 所以就很容易有情绪的波动 那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了解 可是呢 我会建议大家呢也顺便看看 我们的月亮是不是有跟其他的行星 在同一个星座 比方说呢 你的月亮如果跟火星在同一个星座 月亮白羊 火星在白羊 那么你的情绪里就会带有火星的特质 很容易怎么样 神气 很容易行动 听到什么就马上行动 那这样子呢 如果你遇到一件事情 这个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啦 或是最近公司啊 家里面乱糟糟的时候 你可能就很容易低潮 为什么 你一直想要去行动 想要去跟人家吵架 想要展现怒气 那当然如果你的月亮 跟土星在同一个星座 那可能你就喜欢压抑 那你就自然然的 就会感觉好像很安定 但是呢怎么样 你不见得没有生气喔 有可能你在过一阵子之后 你才发现你是很愤怒的 那有的时候你也可能 会用冷漠的方式去表达情绪 那如果你的月亮跟天王星在一起 你很讨厌被人家管 你的月亮跟海王星在同一个星座 你可能很需要自由 那么月亮在明王星同样的星座 你可能呢 很容易对于一些危机意识特别紧张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去看自己的本身的月亮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去 我们是怎么样去对这些外在的环境反应 因为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人 永远就是容易快乐 身边有一些人就是永远可能都不太快乐 那这个里面它其实隐藏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对事情反应的看法 所以不见得是说一定是顺势你才会快乐 逆势才会不快乐 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是可以很快的消化完 所以我们了解自己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 苏氏呢是这个宋朝的一个大文豪 那么他的好朋友叫佛印嘛 那有一天呢他们两个就在一起打坐 那么这个打坐打坐之后呢 两人睁开眼睛 那苏氏就问了一下佛印说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什么 那佛印就说啦 慈眉善目 简直像一尊佛 苏氏当然听得很开心 那么两个继续打坐之后呢 这次呢苏氏就这个 看了一下佛印 那佛印就看了一下苏氏 那你觉得我打坐起来看起来像什么呢 这个苏氏呢想说平常呢 在谈禅学的时候 你老是站上风 我得修理你一下 所以他就跟他说啦 我觉得你看起来像一坨牛粪 哎呀那这个佛印就没有讲什么话就笑笑的 回家之后呢苏氏很得意啊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就说哥哥你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这个佛印呢他心中有佛 看什么都是佛 哥哥你呢心中有什么牛粪 看什么都是牛粪 所以你知道月亮星座很重要是什么 就是他会反映我们一个模式 你如果对于这个世界都是觉得不公不义啊不好啊 你很容易注意到任何的缺点 而不是优点的时候 其实你是容易常常低潮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 恭喜你 我们就有改变的空间 每天多看看正面的事情 多赞美自己一下 我觉得这是有帮助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星座的运势 那么讲到这个低潮呢 我们就想到现在星座中的两颗星 一个叫土星 土星呢它代表的是责任压力限制 不给你很多的资源 但是又让你动弹不得 必须在那里做苦劳 那么海王星呢 它呢代表的是一种很高原的理想梦幻 可是它比较不切实际 也可能会因为接触到现实事实挫折 我们常知道幻灭呢就是成长的开始 就是这个海王星的一个代表 那这两颗星目前都待在什么呢 双鱼座 所以各位朋友你知道 如果你自己或身边的朋友 月亮呢是在变动星座 也就是月亮在双子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 其实呢 今年跟明年这两年呢 这样的朋友常常是会忧郁的 常常是会抵巢的 为什么 因为现实的环境呢 可能给他们比较多的责任 那或者是呢 这个比较容易有动弹不得的感觉 他们必须在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他没办法改变 或是暂时离不开 也可能呢 每天的生活就是很 固定一致很无趣 他不需要一直做重复的事情 他们会觉得好累喔 也可能他们的理想很高原 可是实际执行起来 而且哎呀怎么差这么远 所以呢这个挫折就会很多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族群呢 其实我会给你们三个建议喔 去对抗这样的形象的影响 其实呢 月亮在变动星座朋友呢 你们有个好处 就是你们很多事情是可以怎么样 正面想跟反面想的 我鼓励你们 多换位思考 当你们能够多换位思考 去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比较容易能够放得下 但是不要一直钻牛脚尖喔 第二件事情呢 我觉得这一个星座族呢 在最近一定要有好好的睡眠 因为呢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 身体弱你就没办法抵抗 这一个很大的这种环境的压力 或者是星象的影响 但是睡眠好的时候 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啊 气脉都很顺畅 其实这些事情都可以被我们解决的 那如果你还是不开心怎么办 代表你的这个内在的能量 情绪低潮是一个很低压的状况 那我会建议你 要多去什么大自然 接触像山啊水啊树 因为树可以这个很多的分多精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状况比较好 同时大自然的那个能量 是比较稳定舒服的 那我们能量是很低潮的 这两相接触 往往会造成一个比较中和 或者是抬升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们 适合去怎么样接触大自然去 让自己的负面能量可以得到提升哦 这个是给这个月亮在双子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 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大自然睡眠还有怎么样正面思考 那我觉得在最近呢 当然你也可以呢 去反向去运用这个土星跟海王星 因为土星它的正面力量就是 我们专注在一件事情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开心的去做它 或者是忘记时间的去做它 那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 两年后 土星离开了对你不好的影响的时候 你会有成果 比方说你喜欢画画 你喜欢跳舞 你喜欢插花 那这个是兴趣的事情 那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去 开始怎么样 接触学习有些作品 不带目的的去享受它 但是做出成果 我觉得这两年后呢 你可能又会多一个斜杠 甚至一些机会哦 再来呢 看到如果你的月亮呢 是在固定星座朋友 包括金牛 狮子 天蝎跟水瓶的朋友 这个族群啊 我必须说 你们比较容易呢 怎么样 情绪是非常固定的 而且很容易呀 钻牛角尖 很深刻的思考 无法停下来 那通常这个族群呢 我老实说啊 我蛮多的朋友或学生 都是这个族群的 因为呢 内在的苦跟低潮 无法跟别人讲 所以你就要学星座 学命理 怎么样 自我消化 一切都是命对不对 那么这个族群呢 我觉得在现在的星象里面 有一个好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木星啊 代表成长的力量 天王星呢 代表突破 革星 道别 以往的力量 这两个星呢 都在金牛座 所以呢 其实 现在呢 如果你是月亮在金牛啊 狮子啊 天蝎跟水瓶的族群 你们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们其实是要开始革命 革新自己的 走出舒适圈的 当然 你们的恐惧在于 你们不喜欢改变啊 所以改变到一个未知的领域 很害怕 可是呢 你会发现这些族群呢 现在就很容易怎么样 换工作啦 被裁员啦 被优退啦 换单位啦 搬家啦 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啊 很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改变 老天爷就会用一个 外在的情势 逼着你往那个方向走 那我常常觉得啊 这个族群呢 是很有潜力的 有一句话说呢 从外面打进 打开 打破的这一个东西呢 叫食物 像这个鸡蛋 但是从里面呢 打破的东西叫生命 你看小鸡从蛋壳里 跑出来 它就要突破一个 这个蛋壳的束缚 它长大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族群呢 在这未来的 这一两年里面 你们的低潮是 非常鼓励你们 去重新发现自己 要接触新东西了 要保持赤子之心 去学习新东西 好也许你是 学一个新的这个课程啦 玩一个新的兴趣啦 交一个新的朋友啦 不要去 去带一种评价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越多元 越去做一点新的事情 其实呢 会帮助你们 慢慢从这个低潮里面呢 怎么样 平衡出来 当然选择一些好的朋友也很重要 最后呢 聊到的是 如果你的月亮是在 这个白羊 巨蟹 天彻 还有摩羯座朋友 这个族群呢 也叫基本星座 是星座的这个四季的开始 所以他们有一种启动的力量 所以这个族群的情绪低潮呢 往往呢来得快去得快 除非有其他的影响 也就是你可能很生气的时候很快 很开心的时候很快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持续很久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 那对于你们来讲呢 就是在低潮的时候 另外展开新的计划 马上转移目的 转移你的注意力 最有效 比方说失恋了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再谈恋爱嘛 再交男朋友嘛 当然不见得是说这样最好 可是对于这个月亮 在基本星座族群来讲 你要走出低潮就是 你要马上转移一个焦点 然后要马上另辟一个新的 开疆辟土的环境 你就可以脱离出来 那当然呢 我觉得现在星象里面 冥王星对你的影响很重要 冥王星呢 将会在明年11月正式 离开这个摩羯座 当然今年跟明年都会 这样陆陆续续的 来来回回的在摩羯跟水瓶移动 所以这个族群呢 现阶段可能处于一个最末端 就是你要告别以往 在疫情的时候 你们可能已经面临很多的 情绪的困扰 但你们已经有经验了 也处理的差不多了 那么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你可能要去思考 嗯 我是不是可以跟某些东西说再见 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新的开始 我觉得对于这个族群的解除低潮 是非常有用的哦 好的 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呢 这个脱离低潮的一些小建议啦 大家不妨可以研究看看 但是别忘了 人生呢里面一定有高潮跟低潮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两股能量的关系 它才可以不断刺激我们的创造力 不断刺激我们去思考 有没有新的可能性 那么 当我们能够比较平常心看待 这个高潮低潮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运用它 驾驭它 然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